美军和国会围绕退役提康德罗加的争吵还在继续 负责研究发展和采购的海军助理部长的主要民事副部长斯蒂芬尼 19日在听证会告诉众议院军事力量和部队投送小组委员会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舰将完成耗资数亿美元的现代化改造 但美国海军仍希望该舰在明年退役 这引发了国会官员的不满 不过美国海军坚持要退役这些老驱逐舰 巡洋舰的老式雷达无法探测水天线下的目标 无法探测中国导弹威胁 根据海军的报告 维克斯堡号巡洋舰的现代化项目已经完成了85% 预计将于2023年服役 此外惠德比岛及托图加号船坞登陆舰也即将完成进行现代化改造 美国海军在严寿这些大型军舰的项目上 每艘军舰花费3亿美元 两艘船正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BAE系统公司船舶修理公司 进行现代化项目 上个月 当被国会问及两艘军舰的完工百分比时 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海军没有跟踪这些数字 发言人表示 维克斯堡计划在2023年夏天完成现代化改造 但托尔图加的完工日期正在审查中 为了节省资金制造新型舰艇 美国海军在2023财年预算申请草案中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退役全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如果国会允许海军推进其计划 两年内将有10艘巡洋舰退役 到2027年末 巡洋舰库存归零 美国海军在100多年来 首次没有巡洋舰这个舰中服役 这引发了国会议员的不满 议员们一再批评美国海军 试图在没有平台替代的情况下 淘汰巡洋舰的做法 在18日举行的另一场众议院拨款 国防小组委员听众会上 众议院凯·格兰吉 批评美国海军浪费纳税人资金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高级成员 格兰吉表示 在过去两年里 国防部已经花费了近5亿美元 对维克斯堡进行现代化改造 格兰吉对于海军退役 冰海战斗舰和巡洋舰的方式不满 他说 美国海军已经授予了近5亿美元的合同 来升级这艘巡洋舰 当这艘船仍在维修期间 海军居然打算退役它 如果海军专家 期望国会支持他们的造舰规划 那么海军必须在管理 现有库存方面做得更好 我们不会坐视宝贵的纳税人资金被浪费 尽管国会坚持要求海军保留巡洋舰 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迈克·吉尔黛坚持认为 老的提康德罗加巡洋舰 已经落后于时代 无法应对中国威胁 吉尔黛说 在与俄罗斯或中国的潜在冲突中 滨海战斗舰和巡洋舰都已经落后 所以我们对现有作战平台进行了分析 例如一艘滨海战斗舰 和装有老式雷达的老式巡洋舰一样 处于这种分层的底部 巡洋舰的老式雷达 无法探测水天线下的目标 无法探测到这些新的中国威胁